POP大国民请听蔡时平 哈喽所有POP大国民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聚于收听 永远与大家在一起的POP Radio 我们是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时平 今天是礼拜五 但今天很重要 因为是2022年的7月1号 明天就是金曲奖了 也祝福所有的入围的朋友们 还有为所有流行音乐的 努力的所有的朋友们 这是一个明天属于大家的日子 今天是7月1号 礼拜五 我们在五点钟到六点钟 为各位请来了 台北市的市议员 国民党的市议员 今年的竞选连任的二年级生 李明贤 明贤你好 市民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好 我们让明贤稍微在我们的现场 稍微等一下 因为今天7月1号 我们六月份的POP大国民的 POP国民奖单元 现在正在进行 头条人物的票选活动 那你想要票选吗 你想要知道有哪些人物 可以进来呢 或者你也可以来增设 你想要的人物 那请各位大国民呢 你打开POP Radio的官方的这个APP 到现正播放这个页面 来点选及时投票 投下你心中最有话题性的 六月头条人物 好 配合着金曲奖 你可以选一下王兴林 对不对 最近又在爆红 你也可以选一下林志坚 现在要到民进党宣布 曾召他到桃圆市来参选市长 你也可以选台湾网球好手 曾俊欣 你也可以选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最近也是可以说陷入了 执政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苦战 柯志安到了国民党 曾召他到高雄参选 然后恩恩的爸爸 最近为了他的儿 两岁的小孩的过世 他惊咬新北市府 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政治的新闻 好 陈时中部长 到底会不会去选台北市长 你也可以选 当然好莱坞的知名男星 汤姆克鲁斯 新竹轮胎行大火的受难者 以及台北市的副市长 黄珊珊等等 除了这些名单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勾 你认为六月的 POP国民奖的头条人物 好 提供这个讯息给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 你只要下载我们POP Radio的APP 就可以无远佛界的收听 也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的 POP国民奖 好 提供这个讯息回来以后 我们来跟台北市市议员 林明贤来聊一聊 今天是7月1号 今天的大日子 如果对我们华人来说 对亚洲来说 是香港回归25周年 昨天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西班牙 但是他也对 回归25周年的香港 发表了一些看法 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了 庆祝大会 而且也会参加 特首的交接典礼 这个明显 这个7年7月1号 讲到这个香港 你多久没去香港了 就疫情的时候 没有 没办法出国 否则我 蛮喜欢去香港 香港东西 好吃又好逛 你最近的一次去香港多久了 最近一次 2019还是2018 我担任议员之后 我还有去过一次 大概2019去过 OK OK 好 当然现在对台湾人来讲 会去香港的人 我相信还是有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有很多人 大概都会心中 打了一点折扣了 因为香港这几年的变化 对台湾人来讲 是感触很深的 我这几年呢 在台湾印象最深刻的是 台湾多了很多 你知道的 讲那个广东话啦 广东话的 广东话的 发音的国语啦 蛮多的 在台北就是 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 TVBS吧 一个新闻 请我们同事稍微注意一下 他做了一个特别报道 好像是TVBS还是哪一家 我现在不确定了 就说那个小淡水 淡水那个地方 变成一个小香港 有很多的香港的移民 到了淡水 买房子 在那开店 所以呢 他们现在称淡水那边 就是一个小香港 这都是这几年 很特别的变化 也就是因为香港在变了 所以很多的香港民众 就移到台湾来 在台湾发展 包括文化界 学术界 知识界 还有很多的民众 其实很多 我也常遇到很多 香港的朋友 包括台北 台北其实很多 譬如说来移居到香港之后 台北的香港餐厅 我觉得变多了 真的啊 本来 而且都蛮都蛮道地的 可是茶餐厅本来在台湾 年轻的孩子们来讲 接受度很高 对接受度很高啊 对 可是现在可能是说移民的 也都我觉得 我不晓得我是错觉 还是怎么样 不只 我街头看到香港人 遇到的机会更高 我觉得茶餐厅的数量 也变多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因为他们如果移过来的话 最好做的 可能也就是餐饮嘛 对不对 就最直接容易容易做的 因为各位晓得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其实你说你要在安身立命的话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时候 华人跑到了海外去 你一下子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大概餐饮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那你说要进到更细致的文化了 打到这个对方的端了 如果你是专业人士 比如说科技的专业人士 或者特别的那种 有可能 比较容易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香港回归25周年 其实也很有意思 当年说50年不变 现在才25年 香港就已经有一点点变到 有一点 我想对台湾来讲是感触特别深 因为他就很明显的变成说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你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提醒台湾人 所以我想 这个对于台湾的政党来说 无论如何 就算你口水战 他这个口水战还是有一种临场感 有一种临场感 我觉得 我以前对香港的印象 我跟明显一样 我也很爱去 我以前大概是每一年都会去个一两只 一方面是香港有朋友 一方面香港很方便 那个飞机票一买去 饭店一订 三天两夜 四天三夜 就OK了 而且香港你不要看他小 玩个三天两天 其实是很耐玩 香港很耐玩 你说你很简单 你去了以后 你逛逛他的铜锣 或者香港的中环 一天就一天了 然后你到他的九龙那边逛一逛 或者是到太平山这边夜景看一看 然后你光这样分一分 三天玩得很开心 而且香港最重要是吃的东西 多 非常多样 它的国际性够 够 所以它的本地的广东的食物又很迷人 所以香港很迷人的 但是 以前你会觉得香港除了这个开心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你没有一种政治的压迫感 现在你去香港你可能就很难 很难避免政治的压迫感了 食物味道不变了 可是整个氛围 包括政治的氛围确实改变了 香港确实有点走味了 食物还是很美味了 我去其实我很喜欢去吃烧鹅 香港的烧鹅 那条街上最有名的那几家烧鹅 我以前去的时候一定都会去 香港朋友都会带我去 现在讲到会流口水还是很好吃 可是烧鹅味道不变 可是香港很多味道都走味了 北京承诺50年治港 港人治港 一国两制 就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可是才25年什么都变了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而且今年变得更特别是 连这个特首 你晓得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选 而且警察出身 他的象征性 他整个的象征性都让你觉得 天哪 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也是非常感伤 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50年不变的承诺才走一半 北京跟香港当局就破坏了人民的民主参与 基本自由跟独立媒体 他重申美国会与港人站在一起 不过当然也是说一说 你说实在 因为毕竟香港还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别人的内政了 所以要怎么干预也很难 也真的非常难 可是正因为这个我们讲很难 所以台湾人的感触就特深了 对 如果北京承诺当初的双普选 比如说2017年是普选行政馆长官 2020年是立法会全部普选 双普选有落实的话 香港会不一样 香港那时候如果照着北京原本规划的进程的话 他会变成说大陆的一部分最早实施普选 真正普选落实主权在民 那那个方式他变成说 香港他民主走在前面 会不会变成说大陆的一个民主的实验的一个开端 就跟台湾一样慢慢把民主火灭 可是明显你讲的关键了 你讲的关键了 这可能也就是他们越来越觉得 哇这样很危险了 控制不住了 对你让香港开了一个头的话 这个以后对大陆内部 你要怎么去解释 是不是 为什么香港人就可以 我们大陆的其他地方深圳不行吗 广东靠近香港这么近 我们不行吗 上海说我们这么都会话 我们这么现代话 我们不行吗 这很麻烦的 可是就一国两制 如果真正要落实一国两制 所谓的两制 不是应该说 我大陆当然有自己 内地有自己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模式 对香港如果民主行了通 那至少一国两制 还到现在要25年 应该还可以有执行的一段时间 你其他个省份真的要推行民主 我觉得大陆可能认为说 香港可能就说慢慢已经失控了 所以慢慢越抓越紧 所以我说香港味道走位了 这是真的比较可惜的地方 好香港味道走位 就等于是一国两制在走位 不过有趣的是 这个习近平在昨天跟今天 还是在重申 会贯彻这个一国两制 不过已经很清楚了 他现在在讲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 已经是他定义的一国两制了 已经不是原来讲的一国两制 名字还在了 但是这个一国两制内涵 早就已经变了 我们刚不讲过吗 光是一个特首的选举 各位就想想看 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叫李家超 没有人跟他竞选 然后选举的那个那个团体 本来就是设定好的团体 就那么些人可以投票 那些连个竞争者都没有了 然后加上这个立法会议 立法议会他的整个的这个参选的资格 各位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反对派 或者是民主建制派的都都陆续都被逮捕等等 基本上他就是很厉害了 就是说他清掉了这些杂印之后 维持一个一国两制的 所谓的民主的形式 但是内容早就变了 这就是给台湾最大的警惕了 我们提供这话题 开场的时候聊一下 我们带回来聊聊台湾的选举民主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从此变得精彩 Pup Radio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up Radio 是我扬起 好 这个台湾的民主 不管你怎么说 你可能可以有这个或那个的 这个的的的嫌弃 但是我们必须说 台湾的民主是华人民主 华人社会里面跑得最快的 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 输了就输了 你看到这个激情万端 输了就输了 赢了就赢了 隔天对不对 大家照样过日子 地方选举也是 每四年就可以决定这个首长去留 并不是所有的首长 这个都能够连任成功 并不是 所以民主还是有他很大的好处了 然后就算你的声望很高 你的继任 继任者能不能赢 你也不知道 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陶渊市的市场选举 民进党战战兢兢 以及也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也不见得有把握 说这门菜声望这么高 随便提人就可以赢吗 也不一定了 所以这就是民主的好处了 那我们的李明贤 是选举媒体出身 然后又是这个选举出身 他应该很懂 也很了解说 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可贵了 我也非常希望 我们的政党政治 大家都能够 虽然攻伐的很厉害 可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仔细看台湾这么多年来 再嚣张 再怎么样的候选人 再狂妄 任其道理就走人了 不就这样子吗 这不就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吗 好 最近因为我们的选举要开始了 台北明显所在的台北市 他当然很在意 这个沙喀都的状况 蒋岸岸最近火气还蛮猛的 猛轰柯文哲 害台北停滞了八年 他打柯文哲 不就等于是强烈的 对黄珊珊 集出了这个重拳吗 对不对 是策略上是这样子了 那蒋岸今天早上 也有到内湖的 县头土地公庙来参拜了 那就是指导黄农的 因为内湖南港 是黄珊珊的大本营 所以现在策略上是 蒋岸岸加强火力 针对市政再去做监督的话 当然现在就嫌说说 打柯文哲 那某种程度 希望可以把他边缘化黄珊珊 来弱化黄珊珊的部分 这个策略上是希望持续再加强火力 这是也有必要 那第二个刚刚视频大哥讲 我说其实对北京也好 我觉得说对所有的政治人物也好 在人民面前 在选票面前都是要低头要谦卑的 那如果你的意志是高于人民的 或凌教于人民 那我觉得就说 这个就是非常不对 有一点违背民主的潮流 还是要民意为主 人民需要什么 真的要多倾听民意的声音才是真实的 像你这样子 今年是二年级生了 各位要知道 也就像明显 以前在我们节目中讲过的 也是战战兢兢 对不对 你怎么想要选民说 对你这四年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 对不对 那到最后选票来决定 所以我觉得有意思了 各位看看最近的朝野的初选 尤其是特别是民进党的初选 并不是没有连任的人 已经在任的人重见落马 并不是没有 这就是告诉你说 这就是民族政治 那选民觉得要你下来 你就乖乖的下来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好 台北市这边 你现在看这个 我们很快速聊一下 看起来陈时中应该就是他了吧 是没错 应该看起来 一直在讲下礼拜三会征召 对对对 那我看最近林家龙的 这个努力也很猛了 他大概也感受到说 可能就不是他了 但是又有一个说法是说 会不会叫他去新北 可我觉得这机会不大吧 这个他一直 他一直着力在台北 对民党内部一直在讲说 陈时中就下礼拜征召 然后新北的部分 就罗志正立委是备胎 还是民党还是希望林家龙 因为毕竟林家龙当过交通部长 台中市市长 他的声望跟他的资历是够的 可是林家龙昨天也公开声明说 他绝对不选新北 对对对 他讲了那么多次 然后再接受征召 这个有点有点违背政治中的诚信 没错了 而且他的他最近一波一波的讲台北的市政 到时候假如就算不是他跑到新北去 也怪怪的嘛 所以我相信如果台北不是他 他大概就就就就就应该就 到此为止了 选举的动作应该就到此为止了 好 但是说真格的 我们聊一下陈时中 你就以现在的陈时中状况 民营党如果还是要提他的话 民营党依靠的是什么 难道他们没有内部的 难道说他们自己内部的民调 会跟外面的民调有落差 认为说陈时中还是 发卡都里面会赢的吗 这有两个两个前提 第一个民营党的基本盘在台北市 至少就是三成五 那或者甚至到三成八起跳 他的他的垫底的那个地板就是在那里 至少三成五三成八是跑不掉 这个在撒卡都的前提里面 他就有他的优势在 那第二个民营党一直在论述说 陈时中在两年多的防疫里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说他为台湾 民进党的论述 就说陈时中为台湾守住 这个防疫的疫情 即使台湾不是防疫的第一名 不是第二名 那至少他有他的苦劳在 就说他他是也算是认真努力的 所以也希望可以得到民众的肯定 民党的论述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认为说至少在这个两个前提底下 可以得到四年 可是问题是 假如我们假设七月中以后 陈时中宣布投入了选举 大家要问的不是说你过去 你过去防疫怎样我就投你一票 而是你对台北有什么看法 对对不对 关键在这里 是所以当然我认为陈时中第一个 他比如说他确诊出关之后 他的要参选的起手势 是到记者 记者势势去宣布或去批判 大陆的竹甲鱼跟石斑鱼 禁止进口了 这个问题 所以看出来陈时中的起手势 还是要操作亲中爱台 就有点在操作两个安排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就是说如果他的起手势 譬如说 他是去搭公车或搭捷运 来凸显台北市的市政 某一个问题 就说他亲身感受 你柯文哲哪个做不好 我陈时中来做可以做得好 我认为这起手势就漂亮 就说他的起手势 拿竹甲鱼来打 还在操作两岸的 仇宗牌 亲中卖台牌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就说依照他的高度 还来打意识形态 而不是打市政 我觉得时中看到的市政的层次 或对于台北人的认知 可能我觉得目前至少有点距离 可是这就充分说明了 印证另外一个侧面来印证了 他对台北市政可能不熟 对不对 你不熟 所以你只好把他拉高 到另外一个层次去打 对 可是问题是拉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去打的时候 各位要想 第一个这是台北市长的选举 你打得太高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各位要想一想 2018年的时候 或者过去到现在 就是甚至包括现在 你看看民进党在桃园的郑文灿 他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人 林志坚昨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他也说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很强的人 也就是说你要在市政的问题上面 打太高的意识形态 其实不见得有利 尤其是台北市 你说你在南台湾的台南 或者是高雄 民进党的大本营 打打也许是OK的 可是台北市这种地方 很守善之躯 所以我认为说 陈时中巩固他基本盘是OK 但是到最后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问 那你对台北市政怎样 你是一个防疫 防疫非常有远见的 有效率的指挥官 没错 可是你现在是要做台北市的市长 你做了什么准备 我们只要这样问就好了 不是吗 台北市最后决生物的关键 除了基本盘之外 关键还是在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看的绝对不是 两岸议题 比较意识形态这些 那第二个年底的选举是地方选举 大家看的总统大选两岸关系 或国家认同 那没问题 那个很高 可是地方选举 大家看的还是城市治理 所以我认为 我建议陈时中部长 如果真的要选台北市的话 至少要跟台北市的市政 还有台北市民的需求 至少市政建设这一块 一定要有东西出来 一定要有论述 这才能贴近民众的想法 你自己的选区 看起来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会不会很大 还是有 譬如说我今天我刚刚有提到说 蒋万安今天早上来内府参拜 还是有他的效应 因为大家期待 就说市长未来的建设 是需要给地方带动什么东西 不论是交通 不论是都根 我最常遇到的选民 就是遇到就是说 第一个交通问题怎么解决 第二个都根台北市的老旧房舍 50年以上的超过10万户很多 那都根能不能再加速 这些其实都涉及到市长他的权责 所以母鸡还是非常重要 通常一个 一个母鸡他的个人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 母鸡的人格特质也很重要 就是说对他的期待值或信赖感 这个关系到我们小鸡的未来的 拉抬的一个效果 所以通常这个市长参选 他到了一个区 比如说蒋万安到你们内湖 他会丢政策 他去他就会丢一些东西 通常 陆陆续续 他接受广播专访也有 今天来到没有特别讲到政策的东西 就说最主要在 因为媒体堵麦还是在讲到 就说他跟黄珊珊之间的 金额的关系 所以政策我觉得说 他那陆陆续续要抛出来 他之前没有抛政策 是因为在于疫情期间 他担心模糊焦点 所以现在陆陆续续 我觉得他就一条一条大条的会陆陆续续 政策会丢了 好台北的这个萨卡都的这个状况 应该在七月多 我觉得差不多要要这个形势应该要明朗了 因为再拖 再拖其实对于太晚出的这个候选人来讲 其实压力很大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到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市政的熟悉度上 那这个市政的熟悉度呢 说真格的话 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看到这个柯智恩到了这个高雄 才还才刚开始来 他在这个口误上面就已经被一些 抓到一些这个这个画饼了 所以就意味着说 你还是要要要有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不可能拖太晚 所以我认为明显刚讲的也很对 大概就是七月中 昨天林志坚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到说 他的状况大概是七月中 因为他这个疫情一结束 他就要开始回新竹请辞 然后开始签户口 这个大概就差不多七月中到七月底 可是事实上人已经在跑了 人已经在动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陈时中的时辰 大概都可以确定 大概就是七月中 我觉得在七月中上下民进党 大概也要做决定了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大家回来来聊一下 国民党最近的这个提名的状况 特别是李明显 他除了是在台北市要参选连任之外 他也一向都是很关心 这个整个国民党的未来 我们来看看 林志坚对张善政 高雄的柯志坚对 柯志恩对这个陈其迈 胜算如何呢 好到底整个的这个未来的桃源的选举呢 会怎样呢 我们看到昨天五点钟 林志坚接受了我的专访 那也提到了说 他对于桃源的这个所有的竞选 他会仰赖郑文燦的这个系统 留给他的这个班底 还有对很多的规划 但是具体的政策 他说他等到他自己呢 跑到桃源跑一圈以后 他才会陆续提一些比较具体的想法 我先请教明显 张善政张牌打的不差 但是呢民进党后发限制 丢了这个林志坚这张牌 你觉得然后现在初步的民调看起来 联合暴助的民调看起来 这个林志坚是领先的 当然这个没有表态人 有高达将近四成了 所以都还不准 可是就这个起手势来看 林志坚是不差的 你怎么看待未来桃源这场选战 其实在六都里面 桃源算是发展非常迅速 因为毕竟很多包括对于双北居住 因为双北的居住价位 所以房价很高 所以很多人搬迁到桃源 所以桃源这几年发展迅速非常快 包括未来桃源的科技业 包括工商业发展 所以市场当然很重要 你不得不否认郑文燦八年执政 确实也把桃源带动起来 所以谁接搬桃源 就当然是蛮重要的 特别未来桃源整个航空城 整个包括建设这一些 所以林志坚他的形象 个人的风格特质 个人的特质 过去在新竹市场任内 其实他的评价是不错的 打这张牌 我认为至少对人格特质是没有问题 至少也是一张漂亮的牌 可是我觉得说林志坚有他的问题 他必须要解释说 他新竹市为什么会落跑 这个没有解释好 他要解释清楚 所以他昨天还是讲法说 这个不是落跑不是伤痕而是勋章 我觉得实用的很漂亮 可是说服力还是不足 他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 第二个对于桃源的市政规划 一样跟陈时中一样 我觉得他的熟悉度还要再加强 没错 我想 就说落跑这张牌不见得是一张非常大的杀伤力 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各政党都有这个潜力 但是他还是要想办法跟新竹市民要说清楚 要说一个sorry 因为不管怎么说 你终究是提前离开了 对提前离开了五个月 这个我觉得是他跑不掉的 那你说在野党会不会在这边 尤其是地方的在野党会不会在这边大作文章 这也没办法 也跑不掉的 因为选举就是这样 所以他必然要有一定程度的在地方上的表态 但是到桃园来这一战 那打了他这张牌 那个年轻 然后新竹市的政绩 大概都是民进党看准的这个牌 但是从未来性来看的话 你也必须承认 这张牌就算在桃园 假如老 我们假设他最后还是输给了老将张善政的话 假如 可是临时间的这个爆发力跟他的年轻 这都是将来民进党绿营的里面 大概不可或缺的一张王牌 我感慨的是这 对不对 就说张善政这张牌打得虽然好 可他毕竟要将近70岁了 也就是说他如果能选上 当然就服务桃园 有个四年或八年的机会 他牢记福利 可是他如果没选上 也可能他的最后一战就在这里了 所以你晓得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民进党现在手上能够有的牌 你不能不承认 从北的林又昌 基隆的林又昌到这个桃园的 现在已经卸任的郑文燦才50多岁 然后再到接棒的这个林志坚 才40几岁 就说你以这些牌来看的话 其实民进党手上这些地方执政的 这些年轻的地方首长 这其实给蓝营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不对 你怎么样让蓝营 我们的人才库落后给民进党一个generation 一个十年就是一个世代 对我觉得 就说民进党在40岁50岁 人家都当过立委 甚至历练到县市长 他们在往上了 就他们的人才库是满的 那国民党的人才库 县市长你不能说年纪大就不是人才或怎么样 国民党都到60几岁还在选县市长 还在努力 像张善政院长绝对是人才 可是60几岁还在选市长 我觉得真的有点可惜 所以国民党就说 马总统执政的任期 对人才的培育的部分 确实是比较呈现一个真空跟断层 这是真的比较可惜 造成两党的竞争力就落差那么大 这个是国民党很大一个集训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提醒了 提醒朱立伦主席 你现在当然想的是说 2012年的地方选举要怎么赢 可是更长远的还是要想想看 为了下一波五年到十年 对年轻的选票你拿什么号召 我觉得陆一伦当然有看到这个 所以他往中间走了 第二块就是你的年轻的人才 有没办法接棒 就像我们刚才数了一下 民党这次的县市首长卸任以后 你看很多的声望都非常高 他们都还是可战之才 战斗力都还很强 这个是对民党非常大 国民党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好我们回到这个高雄 柯智恩这张牌你怎么看 柯智恩当然是跟张三一样 我觉得柯智恩相对也年轻 也思维他是比较中性 而且比较符合多数人可以接受的 我也认为说朱立伦有贯着他的意志 他还是在往中间靠拢 希望可以争取选票极大化 可是就说一样跟你之间跟张三正遇到一样的问题 柯智恩他不是高雄出生 柯智恩跟我一样是屏東人 那柯智恩长期都是生活 生长在生活的环境都在台北 所以他到高雄去 其实也是无法脱掉空降的一个帽子了 所以他把高雄的魏武营 魏武营讲成大武营 大武营其实是在屏東 说不对 会失误 可是他要加深说 他对高雄的认识跟熟悉 政见要尽数提出来 我觉得第一个对政策的熟悉度 对地方的熟悉度 这个要加强 那第二个柯智恩本身的人才 他的形象是不错 温和的 那如何透过这些地方的母鸡跟议员 去做结合 我觉得在高雄要赢不容易 可是如果能够稳住基本盘 至少比李梅真的三成多一些 也至少可以 如果住四成的基本盘的话 我觉得就是少输就为赢了 其实有时候你选举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说你看林志坚到桃园来 他当然希望赢 可是他如果不赢 但他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选举 那他的未来性就有了 那同样道理 柯智恩到高雄去的状况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以他的年纪来讲 他到高雄如果打 如果能带动选举的效应 打出一个比基本盘 还高一点的成绩出来 他对他自己来讲 在国民党的未来的终身代来讲 他就已经有自己的位置了 发言权什么都有了 所以这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就是说怎么样打出自己的选举的风格 那当然如果能赢 说不定能赢 我有听过一个朋友在观察 他跟我讲说 未必没有赢的机会 虽然赢的机会不大 那未必没有 那理由就是因为 其实高雄的选民 你看上次韩国瑜那个效应 还是有一股力量是在的 只是说上次失望了以后 那你怎么样去适度的 做这个修补 可是这也很有趣 你看柯智仁也是有一点点为难 就是说 起手是有一点为难 要切割吗 好像就会被K 可是不切割呢 也很奇怪 所以这也是 我相信任何一个去高雄 要选的蓝银的人 大概都有这个矛盾了 但这个矛盾 其实要靠自己去怎么化解 那尤解也要靠蓝银的人 甚至包括韩家军 包括这个韩国瑜这个力量 怎么样子去 适度的去做一定程度的 这个宽容 我觉得这大家都 大概都跑不掉了 好 高雄有了 然后台南看起来 谢龙介虽然战斗力很强 不过看起来 好像民进党的 他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绅士是很无形的 对不对 无形的笼罩在那个 那个优势上 就是有例子 几乎没什么话题 对民党来讲 他执政优势 长期执政了二三十年 而在那边本来就是民党的大本营 那加上黄伟哲 其实他本身也不是意识形态很强的人 他也比较琢磨于市政 而且黄伟哲本来对于地方的事物 本来就是重心摆在地方 那除非是民进党分裂的前提底下 除非又另外有一组 一组人出来分票 对蓝军来讲才会比较有机会 否则目前看起来台南 包括谢龙介虽然声量很高 可是也没有打出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底下 台南相对的 我觉得比高雄还要再更艰苦一些 因为黄伟哲只要目前这样的冷处理的话 冷掉处理的话 这个选举其实就打不热了 对不对 就打不热 可是你讲的 我突然回头想一下 民进党从南台湾往北走 各位想想 现在的潘孟安 但他交给了周春明 然后到高雄的陈其迈 到台南的黄伟哲 然后再往北走 几个大的城市了 那单在台中这边 这个蔡其昌 然后到新竹接手的这个沈慧宏 然后到这个桃园的林志坚 或者是卸任的这个郑文燦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们刚唱这些名的时候 意识形态很鲜明的性格的人都不多 几乎都没有什么太鲜明的 对就是说他是立民没错 但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 这个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很可能也提醒了我们 民进党其实也蛮厉害的 他在整个的国族认同 或者是两岸问题上 他当然很一致 可是他个人的这个鲜明度都不会太强 那就使得他在选战中间 他有移动性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因为这呼应了刚才李明贤所讲的 就中间选票那一块 那可是这一块呢 反而是蓝军有时候很辛苦的地方 因为蓝军有时候深蓝的人呢 就觉得你们这些都没有战斗力 形象都那么婆婆妈妈的 就觉得很不爽 可是你这样看民进党 他也他从北到南 陈其蔓你说他意识形态很强吗 他也没有很强哦 可是你说他立场坚不坚定 很坚定吗 黄伟子你会怀疑吗 也不会怀疑啊 所以这次你不觉得 我们刚刚这样扫一遍下来 会发现到 他们都有这个特质 包括林又昌 对不对 林志坚 哪一个是意识形态很强的 都没有很强哦 他们在立委期间的时候 譬如说像陈其蔓 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言比较凶一点 会意识形态稍微强一点 可是如果担任市长 县市长他就要争取过半的选民支持 他们的意识形态就会非常低 因为你毕竟要争取中间选民的认同 所以我觉得不论蓝绿的政治人物 只要县市长层级的这一块 意识形态相对就会很低 那反而是在明代 包括中央级的明代 甚至地方级的明代 他其实某种程度可能在一半 比如说特别在议员 议员其实只要8% 9%就可以当选了 所以他只要争取少数人认同 他就可以当选了 反而我认为反而在明代的部分 意识形态强的会比较多 可是如果你争取部分的人认同 而不是要争取五成过半的人认同的话 你从议员或明代要往上一层楼 就不容易了 要担任县市长就很难 可是这个很有趣 如果你长期的被拘泥于说 我只要很鲜明的一群人支持我就会当选的话 可是问题是总有一天你要转型的时候 那不就是刻板印象就卡在你身上 要转很久吗 是不是 这有点两难 比如说我原本吃这一块我就吃饱了 那我今天吃麦当劳 我明天要去吃 我吃这一块我就吃饱了 那我不希望去吃马汉大餐 或不需要去吃五星级的Buffet 我只要每天固守这一块 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取舍的问题 对个人的生涯规划 或对一个政治人物的取舍 因为你目前已经习惯了 那你除非抛掉你习惯了 然后去追求一个新的 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人生的一个抉择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要能够强求 好 在我们的现场的是台北市市议员李明贤 国民党的提名的二年级身 今年要竞选连任了 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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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如果有你从此变得精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欢迎回到Pup大国民 今天五点到六点钟 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是台北市市议员李明贤 明显 因为你二年级生了 这个你们党内初选也都告一个段落了 你在这个选区 你们这个选区现在确定会跳出来的人 大家多少 几位 蓝绿还有时代力量总共加加十几位了 还有激进党的无心带 那个美女医师在网络上很 我知道 我也访问过他 那他是确定会投入吗 激进党已经有征召了 可是 无心带的看板已经带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 他在这边会引起很大的 所以你们大概 你预估 你预估大概多少席抢多少席 应该我们阴选九席 投入参选大概十四十五席 OK 新党也提名 好像比那个 那个那个四邻北投的稍微好一点 四邻北投二十几个人抢 对不对 四邻北投那边 那边抢到整个是 简直是那个 这个而且而且高手明星一大堆 所以好 大家都知道选举不容易 所以好 明显你自己在这个区 因为二年级生了 你今年着重的政策呢 如果说讲一个或两样的话 这内湖这个你最在意的政策 最希望能够 其实选举很重要 那么多人参选就要 第一个凸显个人特质 第二个要透过证件 然后凸显个人 所以我主推的还是在于交通的部分 因为内湖大家关心的还是在于交通 特别内科 当然疫情期间这几个月不算 非疫情 就是说一般的平时的时候 内科上下班超过20万人 他只有四分之一是住在内湖当地 那四分之三是要离开内湖 包括到新北 到包括上高速公路 所以港前路上高速公路 提鼎大道那一块回堵非常严重 所以交通是我的主推的部分 那包括未来民生汐止县 东环县如何加速动工 然后还有包括连外道路的桥梁 可不可以在港前大桥新建一座 那个要预算要五十几亿六十亿 一座工程是不是要做可行性评估 希望新市长不认各党 至少提出证件出来 第三个 台北市的机车组很多 那譬如说像我 我挂了几面看板说 我争取道路平权 因为这个 这个比较少啦 因为候选人会把道路平权 作为一个证件的 这个是比较少 我会列为我这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证件 那我是为了机车组 他们认为说 他们的权益是受到损害 那这一部分 他们下礼拜一要去交通部前抗议 那他们机车权益促进会 也有邀请我去 那去现场呢 还有包括时代力量的 求显制这一些许交法 那我是应该是国民党 唯一的一个 但是重点还是像你讲的 重要的政策 重要的这个 选民所关切的议题 本来就是不分党派的 服务呢 服务会不会也是一个决定 你们这些连任者的 这个关键因素 能不能赢的 服务很重要 我三年多 三年半 因为我就列了我政绩 我三年多 已经服务了两千多件的 那个选民服务 我的会刊案 大部分我基本上 我都会自己亲自 亲自去会刊 所以很多会刊 包括小的 其实地方的 包括很多 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遇到很麻烦 比如说大家认为我的马路旁边 路就破损 破破烂烂的 大家因为譬如说 常常有人骑车 比如说Ubike 那个骑车或送Uber骑车 过去就摔车了 他们就说政府为什么不做 后来我去查了 那个是私人的土地 他只是继承道路啊 可是那是私人的土地 那政府因为地主希望征收土地价格高 那政府就没有钱可以征收 可是延荡了几年 七八年都没有处理 变成三不管地带了 对后来我去找了里长办会刊之后 里长说以前的议员很多 协调过了没有用 我就亲自去找地主协调 后来把路铺成了 用水泥把它铺满了 就类似这种方式 就让大家有感 那当然做成之后 里长就跟我在那边挂了一个布条 就变成说 这是我协调成功的 像这个就有帮助 大家会觉得有感受的 那像壁湖公园 他的已经成立了40年 他的外环步道都破损也很严重 我就争取预算把它铺好 也花了一百多万而已 选民早上那边跑步散步就有感觉 那个就说至少实际的东西 让人家看到这个是有感的 那颜值呢 颜值当然比你差一些 哈哈哈哈 好 可是颜值很重要 还是有颜值有影响 像你刚刚提到的对某位美女医生 那个就是靠颜值靠空战的那个 有那个有票很重要 好今天我们访问了这个喜欢运动 这个颜值也高的台北市市议员二年级生 李明贤 也非常谢谢他 他也常常上这个媒体的接受 常常跟我们来连线 也常对国民党的这个改革呢 性格有不利于提出他的这种批判性的想法 非常谢谢李明贤 谢谢 谢谢视频大哥 晚安 五点到六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待会儿呢 鱼饭作家林凯伦要跟我们来专访谈他的什么 鱼饭人生